而第四节比赛回来之后 我们看到好像浙江队这边啊 因为今天还是可以去打四节两人次的外援啊 所以说最后一节比赛应该是拿上了布兰登保罗 又是强行上篮命中 这个时候呢 怎么讲呢 继续上外援呢 这不能说是浙江队欺负人啊 这真的不能说是欺负人 浙江队也是需要去让内外援去进行一个磨合啊 特别是在保罗回到球队之后的话 这几场比赛布兰登保罗的状态也并不理想 所以一是通过这样的机会 能够让布兰登保罗找找状态 也是找一找在队内的这种感觉 还有队内的这种位置 保罗回来之后 这是保罗自己控球准备自己来强攻啊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 布兰登保罗在2019年的1月9号 当时浙江队福建的比赛当中 保罗是拿到51分17个篮板 11次助攻 三次盖帽 四次抢断的神级数据 也是布兰登保罗在CBA赛场上 个人的第一个三双 算是福建杀手啊 41分的分差了 浙江队呢 也有自己的目的 并不是说浙江队 现在已经领先40分不收手 而是希望保罗能够和队友啊 能够找到比赛的状态 更好的磨合 卡米兰个人的突破 也是在帮福建队是缓慢的涨分 卡米兰得分也上双了 直分 保罗看看这球自己攻了 又是造犯规 看看刘维维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截 是不是应该让保罗去打满整截了 好球 好球 这球啊防守非常积极 把球断下来之后 看卡米兰这一次 又是个人的强攻 卡米兰的身体素质是很强的 保罗突起来也一样防不住 所以现在双方啊 在进攻端打的都是比较简单粗暴 上来没有能够命中 前场篮板拿下来之后 二次锋打成并且造成防守犯规 刘泽伊 身高虽然不高 但是在场上确实非常的积极 这是刘泽伊的特点啊 因为作为一个四号位五号位球员的话 2米02确实不算是一个很高的身高 但是在场上的这种意识非常好 郑强队依旧保持着非常好的进攻的活力 这前场又 就是这后场自己后场又丢球啊 哎呀这跟着着急啊 无前在场边现在自己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球队是可以带着11胜 依附的战绩是进入到第一阶段 比赛结束的休息阶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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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给到前场的进攻啊 进攻时间停车到14秒 还是把球给到保罗 由保罗来串联一下全队的进攻 内线的要位 这球想内外结合一下 但是传球的角度已经没有了 唐杰又是死球的状况啊 非常艰难的把球分出来 这张队这边三分继续命中啊 镜头扫到福建队的地步席啊 从圣像看过来真的是满脸的严肃 张杰这次个人突破又被冒了下篮 好球啊 漂亮 这次进攻打得太漂亮 这边星期期也不打算叫暂停了 最后一节也是基本上就放弃了 也看看在场上的这些球员啊 怎么样去自己来调整自己的进攻了 这时候再布置再多的战术 也没有办法去执行下篮 强行出手三分 前场篮蛮强的不错 但是命中率太低了 看看这一次 好球 预长真是到了方法犯规 太难了啊 这运动战涨分现在太困难 只能通过伐篮了 就队长队这边现在都是非常积极的一个状态 而福建队这边现在可能相对啊 因为已经落后这么多了 还是比较消极的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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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晓天再把球找到保罗 保罗自己的突破又是打成二加一 场边的两个外员也在给保罗进行鼓励 因为保罗刚刚回归球队不久 之前出场的几场比赛状态还不是特别的好 现在场均的出场时间也只有七分钟 所以说对于保罗来讲的话 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比赛去找一找竞技状态 二加一打成 分场马上来到50分了 太惨烈了一场比赛 为了阻挡的犯规 不见对这边进攻端依旧还是没有什么这种传切的配合 基本上还是找到空档之后采取个人的突破 比赛这次突破 突进来之后想反手上篮没有能够成功 保罗再翻过来 三分球险些又是命中啊 空切好瞧 哎呀这切进来之后这是空篮啊 还是上不进 这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难得能够看到福建队打出这种空切的进攻 但切进来之后空篮上不进啊 真的是哎捂着脸没法看了 五秒 四秒 马上24秒了 还不出手吗 勉强出手 哎 高难度的命中球啊 这是第四节比赛的官方暂停啊 呃 喘口气吧 怎么说呢 呃 浙江队这一边换上了布兰登保罗 这是磨合球队 但是保罗上来可没有留守的意思啊 这保罗这边还是要打一打数据的 找一找比赛状态 而福建这一边的话 现在攻防两端已经想不出任何办法了 也不知道五星一齐还会去固执怎样的战术 该罚进 罚进 啊 干什么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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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说 啊 这特地路都是你们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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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啊 这个别请你防守 现在你看啊 刘志一 现在你们 洛文博也有 这个人 你防一个啊 啊 这个比如说大哥 你过来现在能交换 那你赌这边啊 你看 这个人守在这主这边两个 啊 就别给他进去了 他现在外面也没有投篮点 啊 清楚吗 啊 大家啊 哎 小赖 那我咋回去了 你先投球 来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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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 时间到了 好 来 暂停回来 紧行 加热 加油 然后放松 先回来 好 暂停回来 看看最后 六分半多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现在唯一的玄建就是 这样对这边最后会把分叉扩大到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保罗自己又是空盘突起来 保罗得分也上双了 还差一个啊 九分 刚刚那个是长两分啊 这球自己被打到内线 也没有能够命中 刚刚其实在暂停期间滚出了一段数据 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啊 打到现在福建队第四节比赛是零助攻 就是基本上进攻都是个人单打 全界备合打出来 但是上空盘上不进 没有办法 看别人这球又是把球带到了绝境 六秒五秒 就是外线强行出手 这球刚刚能进的话 真的是需要点运气了 再来看刚刚这一次啊 个人强行的突破 这场边浙江队的球员都是神情放松啊 胜利收入囊中 这个时候已经想着怎么样去庆祝第一阶段的 十一胜的表现 康杰本场比赛是拿到了12分 两罚全中之后是14分 算是福建队这边表现最好的球员之一了 福建队这边也把唐杰拿下来了 这样的话全替补 现在真的是整体上的心态上啊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好球 保罗 这样的话是拿到个人的11分 这种空切的球啊 是福建队看起来比较羡慕的 福建队自己是没有办法打出这样的进攻 现阶段确实很困难 两个人的这种传接的这种 时机掌握的恰到好处 保罗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呢 我想去找一找比赛的状态 还有自己的这种 在场上啊 和队友磨合的表现 这样的话换下了 保罗 那应该又把拉克赛维奇拿上来啊 就是反正能用外援啊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年轻的外援也要来 继续的去找一找状态 又是断球了 福建队这边现在退防也跟不上啊 拉克赛维奇看是不是要自己来单打 遭到夹防之后 遭到夹防之后 就跟出来 又是外线空位的三分 没有能够命中 看看转换的三分球打进 黄毅超 黄毅超也拿到14分了 拉克赛维奇 自己打进来好球 拉克赛维奇今天也是拿到了10分 另外还有5个篮板 柳毅毅要求还是非常严格啊 这是给球队呢 就无论现在谁在场 战术上一定要把握住 哎呀 承风又是空篮没有上进 那最后的这三分半钟的时间啊 这没有任何悬念啊 可能如果说唯一的悬念就是 浙江队最后会赢多少分了 这边也把卡米然拿下来 所以最后这三分半钟啊 我们其实来分析一下问题嘛 福建这边的问题 其实已经不用再去做过多的解释了 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很好的组织点 一号位的这一边串联进攻的球员啊 现在是没有办法能够去帮助到球队的 另外就是现在 土西尼奇对于王振林这样的一个定位到底是怎样的 王振林今天在低位很少去低位要求啊 这王振林是一个很全面的转风 也是中国现在是最顶尖的中锋的水准 能够下快攻 能够投三分 又有自己内线的这种脚步的优势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完全没有看到 所以说现在只能说是前面的这个十连败 对精气神啊 对比赛的状态都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 所以说呢 接下来福建队 即便是能够顺利签下尼克尔森 还是没有办法去能够找到一号位组织进攻的人选 这就是非常困难的 镜头也是对准了非常无奈啊 这是把头埋起来的大王 我们其实也是跟着心疼啊 其实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福建来说真的太困难了 这问题很明显 但是怎么样去解决它呢 这是福建队要整体要去想一想办法 那浙江队这一边的话 一场大胜 也没有去暴露出什么样的绝对的短板 这是浙江队这个赛季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缩影 就是没有绝对的短板 当然呢 现在除了无前之外呢 也没有说绝对意义上的一个亮点 就现在整体篮球能够发挥出来 但是在进入轮转阵容的时候 但是今天呢 因为福建队这边那些基本没什么防守 真正去打强队的时候 轮转阵容的这种进攻还是要加强的 再来个再来个再来 开头开头开头不要包包 开头开头 快適就 就是科科上来上进 黄一勃 黄一超看看三分球出手 今天黄一超是命中了三季三分 又是快速的转换 九泽一扣篮打成 黄一这场比赛不声不响 23分11个篮板 来 打个赛围结自己断球了 又是把球分出来 不过这球切掉 好球 就完全没防守 完全没防守啊 这个时候就福建队 队员可能想着赶紧结束吧 这场比赛却是屠杀 很难过 难得 黄一超今天是命中了第四个三分 最后一分钟的比赛了 九泽一个人本场比赛 第25分 黄一波 那最后 这次进攻应该也不打了啊 黄一波招一招手啊 应该不打了 还打吗 看一下 找拉克在围结 这是一号战术啊 但没有能够打成 三分球 也没有能够打进 最后三分也没有能够命中 这场比赛结束 最终比分是定格在了143比90 这场潮州金棕是53分 大胜福建爆发力 这样的话 两支球队结束了 本赛季常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福建队是吞下了11连败的苦果 刚刚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也是分析到了 现在球队的问题啊 看看在这样的一段休赛期 能否去调整回来 好的 本场比赛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是解说员刘洋 让我们共同期待啊 在密封视频APP继续相约 本赛季CBA第二阶段的常规赛 以上就是本场比赛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第二阶段的常规赛 再会 这样子还记得好 我们参加了1段时间 很久我们在1990年 我们的伙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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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感谢我们 我们的伙伙 我们的伙伙 我们的伙伙